哎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是 是 是 赶快 赶快让他走了 杨秋新哄韩国瑜防疫无能 再度向高雄市民道歉 国军顿目舰队爆发COVID-19 群聚感染疫情后 高雄市长韩国瑜一天一记者会 昔日盟友前高雄县长杨秋新也没闲着 26日在脸书发文 痛批韩国瑜贪财贪图权位 自不量力选总统 是王恩负义过河拆桥的草包小丑 不仅无德无能无才 还有小三爱酗酒 让杨秋新假日一早火气大喷发 导火线之一是 高雄市政府担钢防疫重则的 卫生局长林立仁 过去也是杨秋新担任 县长时的卫生局长 但他认为 杨秋新怀疑师傅近来抛出 封城医护人员筛减 都是想让6月6日的罢免无法投票 是是是 赶快赶快让他走啦 不要让高雄市在空转了 这是我想我们最大的愿望 脸书发文中杨秋新还为自己当年 向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推荐韩国瑜参选 向高雄市民道歉 杨秋新县长因为官司在身 所以可能多所激愤之词 但是希望他冷静下来之后 能够了解到高雄市政府第一没有封城 第二个也不是做所谓普筛 而是提供我们在高风险的医疗人员 自愿筛减的相关经费补助 是这个样子 所以请他冷静下来之后 能够协助澄清谣言 切莫成为谣言的帮凶 那么至于他因为情绪 一时激愤的语言 我们都予以体谅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